生活是自己的,但愿我们都活得够潇洒,前行,总归于勾坎,情缘,总有苦辣甜,不要求别人,路不通时,学会拐弯,不渴求自己,结不开时,学会忘记,是难做时,学会放下,远见远时,选择随意,微笑不累,生气才累,单纯不累,复杂才累,相思不累,大恋才累, 相守不累,独守才累,相爱不累,相残才累,专情不累,烂情才累,友情不累,私情才累,真诚不累,虚假才累,耐友不累,树敌才累,无私不累,自私才累,格式不累,急救才累,身累不累,心累才累,人总是在遭遇一次重创之后,才会幡然醒悟,重新认识自己的坚强和隐忍, 所以,无论你正在遭遇什么磨难,都不要以为抱怨上昌不公平,甚至从此,一蹶不振,人生没有顾不去的坎,只有祸不去的人,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,却一直在守望,有一种友情不经不扰,却一直在陪同,有一种朋友不在生活里,却在生命里,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,却在心间, 人生最幸福的事,就是有一个人暖暖的住在心底,你是我心中最美丽的风景,我愿意做你沙漠里的河,人世喧嚣,明来力往,放下浮躁,心静自安,人生难得一心静,只有崇辱不经,方能心态平和,宜然自得,只有祸流无意,方能获达乐观,但看风云,推介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